究竟我们应该如何表达赞赏和关心呢? 在适当时表达赞赏,不单可以帮家人建立一个恰当的生活习惯 更可以帮他们建立自信和改善到和家人的关系 当我们表达赞赏的时候,可以考虑下以下的方法 第一,我们要细心观察,即时回应 因为我们长期和家人相处 我们很容易忽略了他的优点和改善的地方 而我们细心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 家人原来有些地方是值得赞赏的 在这些时候,我们适宜即时作出回应 即时赞赞我们的家人 这样会有助他保持这些行为 第二,我们要用具体赞赏解释原因 我们需要解释清楚,家人究竟做了些什么行为 是值得称赞的 为何这些东西是值得称赞的 将它具体地说出来 令家人明白哪些行为是应该重复去做的 第三,表达感受 接着我们需要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 对于家人的感受 我们会觉得很开心 我们就直接说出来 在赞赏的时候 我们都适宜用一些比较清晰的赞赏词汇 例如说,你很懂得关心人 很有责任感 很守信用 很尊重别人 甚至很努力 或者是很有首尾 很有条理 或者是很有毅力等等 举一个例子 假如家人一向都需要你叫他起床 他才会上班 但今天他愿意自己起床 那我们可以作出以下这样的赞赏 你今天自己起床上班 真的很自动自觉 我看到你这么想象 我都觉得很开心 在这句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又指出了一些他有做的行为 例如是他今天自己起床上班 另外呢 我们用一些具体的词会 例如说,你很自动自觉 还有呢 我们说出个原因 我看到你这么开心 因为我觉得你很上进 最后呢 我们说出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很开心 假如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良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感受对于家人来说呢 其实是重要的 也都有助鼓励去去继续这些好行为 除了表达赞赏之外 我们呢 都可以去关心我们的家人 有时呢 很简单描述患者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一种很好的关心的方式 例如我们呢 很简单地说一句 做了一整天的事情好像很累喔 而我们也都需要注意呢 在表达关心的时候呢 我们记住要给予空间 在中间取一个平衡点 否则呢 我们很容易呢 就会将关心变成控制 例如在天气冬的时候 我们呢 未必需要跟家人说 叫他多穿衣服 而我们呢 可以呢 做一些行为 令到他自己去选择 究竟做还是不做 例如说 把外套放在椅子上 让他记得着 或者让他选择着 定不着 给一个空间他选择呢 其实呢 不单只可以给他更加有一个自主性 在里面 更加呢 可以表现到呢 我们对患者的关心 和贴心的关怀 除此之外 我们呢 有时会觉得 其实很难跟患者去沟通 患者觉得呢 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 当我们想不到跟他们说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 第一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描述 情况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问患者一些问题 要他呢 给予一些回应 有时呢 我们很简单地描述他们的情况 其实呢 可能都会有作用的 例如说 你的样子好像很累哦 其实都是一种打开话题的方式 如果呢 如果呢 我们真的想用一个问题 来打开话题的话 我们呢 都可以选择用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以引导患者呢 去作出回应 除此之内 自我透露呢 都是其中一种方式 我们呢 可以和患者分享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来打开话题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呢 就会更加好了 譬如说 是一些电视剧 一些新闻 一些流行的资讯等等 另外呢 我们呢 都可以选择说一些自己的事 去分享自己的生活 例如说 我们工作的事呢 其实呢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和或者打开话题的 希望以上的方法呢 可以有助到我们去和家人相处 希望以上的方式 可以有助大家和家人相处 我们呢 往往很容易忘记了 如何去赞赏 或者去关心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但是当我们謹记住 我们要住在这个赞赏的元素的时候呢 可能呢 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